8月17日高海宁主席沙滩排球活动 身为无限当家花旦的她 更是穿上了久违的比基尼 秀出傲人双容 然而套上一件透视上衣 确定那春光失色不少 近日热播剧《冲上云霄2》中 众女星都有比基尼诗人的戏份 但高海宁就认为 那只不过是剧情需要而已 然而很少有机会 穿比基尼出席活动的她表示 剧情需要自己也会毫不吝啬 我都说了我已经真的很少穿 就是比基尼去做活动 然后今天真的是因为在沙滩活动 所以她穿了一件比基尼在里面 我想我不会特别要求性感演出 但是如果剧情需要的话也可以啦 此外当天还有四位男模保驾护航 面对四位猛男 高海宁不禁羞红了脸 也大方讲出择偶条件 我自己觉得最重要是自己的感觉对 然后我很喜欢一些很能干的男生 我觉得他你好棒啊 你什么东西都会 然后我就很依靠他这种男生 我自己最喜欢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